几个月有几天 其实我是觉得利用YM跟MD 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有点像它会帮你找剩下来的月 找剩下来的天 跟正先月不相 正先月是不找零的 所以不找零的话 有时候还要算 不过好像感觉很多 其实3000块是不是真的一下子也用完了 感觉好像没多久 因为你自己出一千块 对啊 可是他还是给你3000块 不过要想办法把它变大 后来我是用信用卡 但信用卡是要刷3000 他在缴钱的时候帮你直接折2000块 因为我比较习惯用信用卡 我反而不喜欢用现金 因为还是要找零等等的问题 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地方 第一个呢 一样就先算嘛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就直接一样嘛 这个就是自己要打 所以特别是要有专利问题 所以你要自己打Dedif 然后这个日期的话 斗点 跟哪一个 跟今天比今天的话呢 你就可能要自己打Dedif Dedif 特别是比较麻烦一点 你要加一个小刮 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所以一定会小 里面的话不要放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参数 OK 然后斗点 那比什么 比一个是Y的部分 OK 那我们就知道说它几岁了 这47岁 OK 然后再来的话底下 我要把这一串放到这里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我自己习惯了 我把它复制 复制这个部分之后的话 再拿到这个公式的后面 那因为我要在这个公式后面放一串文字的话 必须要加一个and的符号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个文字 所以先要前后加双引号 把这个字呢 贴到这个上面来 意思就是说 我把后面这一串字 跟前面公式串接在一起 的意思 然后给打个勾 那就是47 有没有 税 斗点 然后后面这一串 那其实 这个原理其实跟那个VBA蛮像的 VBA也是and的符号 那这个and的符号实际上 它的运作原理是这样 它计算完之后 这个是47 是一个数字 可是它遇到and的符号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它变成文字 那因为两个都是文字 加上and的符号 就把后 这个47的文字 跟后面这个 税到天的这个文字串在一起 and嘛 所以最后看到结果就像这样子 OK 它的运作原理大概是这样 其实它是有帮我们转型一下 把数字转换成文字才能串在一起 只是说这个背后 我只是解释给各位听 因为很多人会容易在那边卡住 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自变这样的 OK 再来的话 最重要是怎么 把这两个N 变成 就是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YM 把这个YM的 这个放在这里 把MD的这个放在这里 但是这两个还是必须有 用这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放到这里 然后改一下 改这个把它改YM 这个改成MD 那再来的话 就稍微不要 可是要怎么做 其实这原理跟之前 加上那个I 的道理有类似 加I的话 因为I是一个变数 OK 那VBA里面是可以放变数 可是我觉得公式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学VBA 因为公式里面 没有办法让你再增加一个I 不然理论上 应该是先把那个结果先放到I 再把I放到这里来 OK 可能会比较好写一点 那因为呢 Excel的公式 他只给你一行 他也不给你公式 然后也不给你回圈 但是你要全部能做到 哇 他太困难了 所以 与其这样 导建议 真的 长痛不如短 短痛 就是 还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有些部分复杂的事情 还是建议写VBA OK 所以我尽量是想到说 有哪些部分 可以把VBA尽量结合进来的 但是呢 又不会太复杂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写VBA 但是尽量我们写来写去 城市其实也都是那几行 特别注意 这个阶段的课程 我是建议 你一定要把我们上面写的那些 城市把它熟悉 以后的话 你要应用 应该就至少比较不会问你 但是 是足够吗 其实倒也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初切 目标只是说 让各位大概有个概念 就有些东西 你要把VBA学会 那至于呢 你要学到什么程度 哇 那可能 就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那个 OK 所以 这个我们回到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做 比较简单的方法 一 一样是怎么 把前面这个公司复制一下 OK 复制做什么 因为我要贴到这边来 复制 一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N怎么样 有点像 贝那之前的口诀 之前的口诀是什么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 and 再移到中间 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公式贴上就好 也就是说呢 如果在VBA是先把这个先交给I 再把那个I的值放到这里 那因为呢 在公司里面不能有一个变数I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计算的那个公式就贴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概念上差不多 OK 我这些算还蛮好记的 而且保证不会错 再来就改什么 这边把它改成YM 好 这样OK 所以蛮好记得打个勾 不要急 反正 要做正确 有没有 47岁 因为他8月出生了 8月还没到 有没有 所以实际上 他生日到的话是48岁 OK 还有早几天 早的也要给 所以一样 N的部分 把它选起来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N的两个 移到中间 再把它串在这个里面 再把它改成M D 这样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有些东西 看似 会很复杂 主要会复杂是说你那个步骤做错 概念不清楚 所以怎么做都一直错 我是觉得真的有的东西 观念正确 动作也不要急躁 说真的做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好像我宁可我慢慢做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是一次就做对 OK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我做对内的时候我会把那个步骤写下来 1我做什么 2我做什么 3我做什么 所以我发现我以前常做就是我会有一个 有点像那个SOP step step 我可能大概几个step 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我下一次就照这个step做就好 因为我们也很懒 说真的 后来发现大家需要的就是那种有没有懒人的方法 尽量就是不要记太多 那这个事情也可以很顺利的做出来 我现在做的大概就是这样 你这样就记几个步骤 以后就照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顺利的把一个很冗长的公式把它写完 不过你会发现 哇 这公式真的太长了 就是那一般人 要能够从头自己打到尾 哪有可能 一定还是分阶段完成 OK 打勾一下看一下 OK 然后下一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大概在把步骤 重点提示 一 先做这个部分 二的话呢 就是再把底下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底下这个文字串在后面 那有两个N 再把这两个N 分别把这个公式复制过去 贴上去的时候 一定双一号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N的两个再把公式贴上 这样就大功告成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一样 需要做VPA 那VPA的话呢 我其实有想过说呢 在VPA里面 有没有可以取代 DATIVE的那个函数 后来发现 好像似乎找不到 比DATIVE更厉害的 是有类似的 但是要完全取代它 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最后干脆 如果要输出 用VPA输出的话 有没有 结果一样 要一个清楚 那不过这个看到 其实是用什么方法 用我之前跟各位讲过的 怎么样呢 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15列到第19列 然后Sales的I列的H栏 等于什么呢 先等于两个双一号 然后把这个公式贴到那个双一号 但贴之前一样嘛 两个步骤 里面有没有双一号 有 就用记事本取代 然后里面呢 有没有列号 所谓列号就是 你就点下面这个你就知道 有没有 15变16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这三个变成I 那就是我们要 那这也有做过 所以我大概就是叙述一下 看一下这个最后的程式 如果可以的话 自行再把它完成 就是这一串 有没有 哇 这也是太冗长了 这一串 所以如果没有做错 表示你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这一串 基本上就是利用记事本取代完成的 OK 所以要清除的话 基本上就是丢个空置串 或者是你用Range也可以啦 OK 那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就是把那个他的精确年龄 把它算出来 那尽量了解那个每个公式的 他整个运作的特性 然后尽量的话就是逐步逐步的 把那个公式给做出来 不过建议是说你 那么长的公式 尽量就是你先做一步骤 打个勾 先确定你这个步骤是写对的 你再去写下一个步骤 千万不要一下急着 全部要把它写完 因为你有时候全部写完之后 再打勾之后 你要再看 你可能 看 你可能也不知道说到底错在哪里了 即便是我啦 我光看我自己 我可能会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刚才重做好像比较快 我先贴到握手上去讲 两边比对吗 握手可以一段一段去看 到底错在哪里 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 因为说真的 那最好啦 我觉得 我的习惯还是说 逐步逐步看 因为如果要一个检查 其实即便检查出来 其实也很伤眼力 有时候其实反而我觉得 就干脆重新再把步骤做过 OK 试一下